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一文一武两位大臣李济和许静宗的先后去世 支持武则天的势力出现了明显的削弱 平日反对武则天的朝臣终于找到了情感宣泄的时机 并借助许静宗的死开始日渐抬头 这位曾经为武则天消除反对势力而立下汉马功劳的宰相许静宗 一生的非议颇多 在他死后不久 一系列针对许静宗拨乱反正的工作就立刻被朝臣提出 首当其冲的便是许静宗嗜好的平定问题 正是这件看起来微乎其微的事件 竟然引发了一场威胁武则天地位的政治风暴 那么这场由一个嗜好引发的政治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会对武则天的称帝之路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今天让我们跟随复旦大学历史系韩生教授 一起走进武则天探修高中时期复杂的政坛斗争 感受那个时期宫廷之内的暗流涌动 敬请关注武则天系列节目修史风波 上一集我们说到支撑武则天的两个重要的人物 一文一武 武的是李吉文的是许静宗 他们两个先后去世 特别是围绕着许静宗的去世 朝廷里面关于许静宗的嗜好 有一个激烈的争论 这个争论的结果 许静宗得了一个公的嗜好 也就是说是知错能改 就说明朝廷百官对许静宗的评价是不高的 问题是许静宗个人的事情 那倒也罢 而是这个嗜好后面就牵涉出一大堆的事情来了 因为从许静宗嗜好打开一个缺口 那么大家就对历史的问题重新提到一个政治的台面上来 许静宗当宰相 他长期主管的就是修史 修历史 在唐朝有何等的重要性 这不是一般的人能理解的 我们看唐朝为什么会想到要以民为本 要偿妇与民呢 我们注意到唐太宗给前朝修史里面 修了八部历史 重中之重是两部 一部是随书 由很有政治远见的宰相 魏征主持 一部是禁书 也是由宰相 房玄陵来主持 魏征修的这部随书 公认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他并不是要去抹黑随朝 来证明唐朝建立的合法性 因为随朝已经推翻了 唐朝已经建立 对随朝历史就要客观冷静 公正去评述他 才能通过随朝的失败 知道他为什么败 老子说过了 这个做坏的事情 就是我们后人的借鉴 唐太宗就是秉持这么一个思路 让魏征去客观地去分析随朝 随朝灭亡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整个国家财政的崩溃 随朝国家工程太多 国家的事业太多 从随朝建立以后 一项一项重大工程 纷纷上马 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 到全国长城的重修 全国所有官道的打通 再到后面开运河 这运河总长2700公里 随朝仅仅用了六年的时间 就做完了 既然做了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反而很短命 很快就灭亡了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就文献上有记载的 随朝动用的名利 达到3000万人次 这还是朝廷这一级的 那么3000万人次 随朝当时的全国总人口是多少呢 随朝刚建国的时候 全国总人口也就是2500万上下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面 动用3000万人次 你想这个就等于说 全国的人口都被增调到国家工程去 因此就造成了对生产的大的破坏 最后老百姓不堪欺负 各个阶层都起来反对他 这一件事情 唐太宗是亲自经历的 所以他又要求史官客观去总结谁的教训 随朝灭亡 因为税太重 民不堪欺负 唐朝建立以后 以始为鉴 把整个国家的税收 一下子退到很低的水平 大致上就是 每亩四升左右 也就是百分之四左右的一个租 主税 这下子就把一个税退下来 给了民间发展的空间 很短的时间 唐朝恢复了社会经济 第二件事情 我们看唐太宗 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宰相 房玄宁放在修禁书上面呢 因为禁又是东汉灭亡 到随朝为止 难得一次的短暂统一 这一次统一 为什么没有成功 这么短的时间 再次分裂 而且以后的分裂特别长 造成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 统一不是人心所向 这就需要认真去总结这个教训 用了最好的政治家 房玄宁来组修 其中有一些部分 是唐太宗亲自参与编写 你就可以知道 唐朝把修史放在 多么重要的地位上面 他要找到前面 统一失败的原因 国家崩溃的原因 给唐朝确立发展的方向 以及国家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唐朝这个制度下面 历史重中之重 历来有宰相主持 许敬宗当宰相 他就主持修历史 可是许敬宗修的历史 很不客观 很不公正 我们说过 他有时候是为了收钱 把明明是打败仗的人 描写成英勇的将军 他为了收钱 把出身很低的人 写成出身高门 变成开国功勋 这一些历史呢 非常的不可靠 很多是等于替人家 涂脂摸粉 对他讨厌的人 他在史书里面 就把人家往黑里写 一位已去世宰相的嗜好 竟然引发朝臣之间 广泛的争议 这不能说是一种巧合 曾经为武则天 或封皇后 立下汉马功劳的许敬宗 深受武则天赏识 而武则天的肆意干政 早已使得众多大臣 心怀不满 这必然使得朝臣 将长期以来积压的情绪 发泄到了 已故的许敬宗身上 一个浅薄的公子 将许敬宗的一生 盖棺定论 朝臣们更是借许敬宗 篡改历史这一事件 发起了 重修国史的建议 那么被认为 品格低下的许敬宗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面对朝野上下 关于重修国史的呼声 对于历史极为重视的唐高宗 又会如何决断呢 唐朝有一个宰相 唐太宗时期的宰相 叫做封德义 这个人也是很有文化的 很有见识的 唐朝建立以后 封德义在大城里面 跟人家讲许敬宗的故事 说许敬宗呢 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没气节的人 他讲到 隋阳帝末年 语文化级在江都发动政变 政变的时候 隋阳帝被杀了 身边那些最主要的官员 也被杀了 这时候有两个人 趴在语文化级的前面 这两个人分别是 于世南和许敬宗 同样趴在地上呢 所要求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于世南他哥哥于世基 是隋阳帝身边最受信任的官员 他的权力实际上隋阳帝之下就是他 因此他几乎可以一手遮天 这个人 语文化级一定要杀他 他弟弟是于世南 于世南 跟他哥哥一样 以神童著称 非常的聪明 他哥哥 把这个聪明用在政治上的投机取巧上面 辉煌腾达成了隋阳帝的红人 于世南把所有的聪明用在读书上面 不求文达 所以很多人不太知道他 大家看了就是一个很木讷的书生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书生 当他哥哥要被促展的时候 他硬是冲了进来 当时候政变的场面是非常深严的 谁看了都害怕 于是他什么都不怕 他冲了进来 他一下子趴在语文化级的前面 他要求什么呢 他要求替他哥哥去使 说不要杀我哥哥 你杀我吧 另一个趴在地上的许静忠 他父亲也是隋朝的大官 叫许善心 他父亲在隋朝 还是一个比较有气节 文化很高的一个大官 本来他父亲是不会死的 语文化级政变 他也不会去杀这种文化型的大官员 问题是政变以后 百官马上都倒戈 向语文化级高夫万岁 许善心根本就不来 人家不许看你 语文化级大怒 把许善心抓来 抓来他 昂首而来 就是不称臣 因为你是叛逆 语文化级看 这是个文化名人 算了 不杀你 老你一死 许善心 一句感谢也没有 昂然而去 语文化级看到他的背影 怒从终生 我放你一条生怒 你竟然也不感谢我 拉回来 杀了 许善心的儿子就是许敬忠 他趴在地上 像语文化级三夫万岁 所以你看两个人 同台演出 人品高下 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有细节的文人 他不怕死 一个没有品的文人 父亲被杀 他还为 像杀他父亲的人 称万岁 风德宜讲这个故事 在官场里面 许敬忠 名声就坏了呀 所以许敬忠很生气 许敬忠不是修史吗 于是他把这历史呢 风德宜的传 他就专门挑风德宜的 黑的一面 坏的一面 大写特写 把风德宜呢 写成一个十足的小人 风德宜很聪明 隋朝有一个将军 叫做杨树 隋文帝让杨树主持 修皇宫 给自己建 住的地方 杨树 是一个爱奢侈的人 杨树花钱 大手大脚 家里就从来没穷过 所以他把这个皇宫 修得富丽堂皇 非常的漂亮 他想皇上总是喜欢 漂亮的雄伟的 好大喜功 所以把这皇宫修得很壮丽 隋文帝来视察 一看大怒 隋文帝特别讲究 官员要艰苦朴素 现在修得这么富丽堂皇 怎么行呢 大怒把杨树批评一顿 还要向他问责 追究他的责任 杨树害怕了 皇上今天大怒而去 还要问责 他赶快去找着最聪明的 封德义 封德义 向他请教 有没有什么办法 封德义告诉他 你放心吧 明天你就会受嘉奖 杨树不知道为什么会受嘉奖 最最不安 等到第二天 果然嘉奖了 谁嘉奖他呢 皇后 独孤皇后派使者来嘉奖他 说你为我们夫妻两个修了一个这么好的宫殿 你能体察我们年纪大了 要有一个好的休息的地方 你真的做得很符合我的心意 我要重重地表扬你 表彰你 赏赐你 杨树真搞不明白了 昨天皇帝大怒 今天皇帝龙颜大喜 皇后更高兴嘉奖他 问封德义 怎么回事 封德义说你还不明白吗 皇后是女人呢 女人哪个不喜欢花花绿绿的 漂漂亮亮的呢 所以你修得富丽堂皇 皇后高兴啊 而你知道杨家是皇后掌权的呀 不管皇帝什么态度 皇后一表态 皇上都得变 所以你放心 杨树大为赞叹 说这个揣摩上意啊 封德义真是一个人才 所以以后杨树经常向封德义请教 像这些事情许敬忠就要拿出来 大写特写 把唐朝这些得罪过他的官员 把人家家事写得真的是一团漆黑 这样子当然就惹怒了很多官员 像许敬忠死了 大家就要求重新修饰 因为他赤裸裸地篡改历史 历史一旦失去了真相 他就失去了一个公正性 严重的问题在于 一旦历史失去了公正性 建议在历史上面的全部的信仰体系 都会土崩瓦解 人家觉得这全是假的呀 所以他导致的是国家主导文化的崩溃 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修饰的时候 一定要让历史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够很好地去总结 他成功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许敬忠篡改历史 高中也知道 高中也不满意 所以高中借着这个机会 批下来了 我们要重修国事 由于宰相封德仪私下讲述 许敬忠不光彩的往事 恼羞成怒的许敬忠 也自已改写封德仪的历史传记 企图把他永远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 此时目光短浅的许敬忠 丝毫体会不到高宗皇帝 编准历史的良苦用心 他只把编准史书 作为自己挟思报复的工具 在许敬忠死后不久 为了还原史书承载真相的功能 高宗皇帝下定决心 重修那些被许敬忠篡改的国事 那么高宗皇帝会选择哪一位贤臣 来为他完成这项任务呢 他派了一个官员来主持 谁呢 好处郡 好处郡这么一个官员 好处郡是谁呢 好处郡出生在今天湖北的安路 这个人呢 从小就喜欢读书 精通诗书 熟读汉书 甚至能够背诵 唐太宗征官年间 他以本州举上来考进士 他考上进士 当时朝廷里面的大官 立部尚书 高士连 立部尚书 主管全国的人士 高士连又是一个以文华出众的宰相 高士连看到了好处郡 连连称奇 所以一路提携他 推荐他 好处郡 官场上就晋升得比较顺 好处郡文化好 他这个人也很有胆略 很有气魄 唐朝争战的时候 好处郡作为总指挥礼籍的副手 也到前线作战 他带着军队出战 形势非常危险 前面好多防御阵线已经被突破了 而这个时候呢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好处郡 你别看他是个文人文士 可是当这种危急的关头 他非常的镇定 他就坐在指挥的椅子上面 吃他的干粮 一点都不惊慌 士兵一看 主帅这么镇定 大家奋勇上前 硬生生把敌军给打败了 因为这个军功 好处郡获得提升 当上了宰相 好处郡文化好 高中喜欢他 高中经常把他留在身边 和他讨论历史 政治 国家治理的问题 高中跟好处郡说 他说我读历史 这个治国待人要宽 要能隆人 但是有些地方还要讲己律 讲规矩 比如说工程的守卫 这种警卫就一定要伸严 如果不严格 那么你看秦始皇的事情 就能看出秦朝的管理太宽了 荆轲赐秦王 他能够在秦王的面前 把匕首拔出来 去刺杀秦始皇 殿下没有一个官员敢上来救 变成是秦始皇跟荆轲 两个人单打独斗 幸好秦始皇拔出剑 砍伤了荆轲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那就说明秦这个治理白官 师之太宽 所以没人来救 这是高中读历史的一个解读 好处郡就对高中说 说陛下不是这么回事 秦这一件事说明 他的法律太过严苛 因为秦的法律规定 大臣如果敢上到皇帝 坐的这个殿前 可以跑上来的话 要灭他三族 百官在下面急得不得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上来的 好处郡跟高中说了 正宽则人慢 正急则人无所措守足 管理太宽太松懈 下面的官员就怠慢 懒政 可是你治理得太严苛 太死板 责任追究得太重 下面的人就不敢作为 结果一样是无所作为 结果一样是无所作为 所以整个管理 宽延湿度 要更懂得宽厚待人 这是好处郡 一个很主要的思想 这个思想和唐太宗 治国的理念是吻合的 诗人证 所以高中很相信好处郡 他让好处郡来主持 重新修士 高中跟好处郡讲 很多事实在许境中的记载上 都是被歪曲的 他说当年 我曾经跟着太宗到卫央宫去 这个警卫部队走过以后 看到有人持刀埋伏在草丛中 唐太宗就对高中说了 这个事情一旦揭发出来 一定会牵连到很多人 至少要死几十个人 你看有杀手埋伏在草丛中 这个前面前倒的部队 他就没发现 这问责下去 这很重的呀 所以唐太宗就悄悄跟高中说 说你去 让这个人出来 自己出来 就不要再追查了 这显示出唐太宗的宽容 对部下的宽容 这是一件事 好处就跟高中讲 其实还有一件事 是我弟弟亲身经历的 按照唐朝宫廷警卫的规则 警卫的官员 他是不能碰到皇上的衣服的 是要保持一个距离 可是那一天 这个卫士就碰到了皇上的衣服 那么按照律 这个卫士就要当展 唐太宗一看左右没有御史官 就对这个卫士说 今天没有监察官员在 我就当没发生这事 把这卫士给赦免了 像这些地方都看到 唐太宗对部下的一种体虚跟关爱 这些事情在许静宗写的历史里面 就没有得到客观的反应 他就希望好处郡能够去修正 许静宗这些被歪曲的历史 好处郡不但有胆有谋 而且堪称文武双全 所以唐高宗经常邀请好处郡 一起交换处理事物方面的意见 更加让高宗皇帝高兴的是 好处郡处理事物的核心思想 与高宗皇帝一直奉行的人证 竟然不谋而合 同时唐高宗对好处郡 负责重修史书这件事 寄予厚望 修史所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上 在向唐太宗时期的一个回归 可能把以前一些被歪曲的历史 恢复真相 但是重修历史 同时就意味着要否定许静宗 高宗要用好处郡 堪证许静宗灿改的国史 势必危害到武则天的政治基础 为长孙无忌为首的功臣恢复名誉 否定武则天的专权 更是成为了重修历史重中之重的一环 如此重大的事情 武则天会眼睁睁地看着群臣 借重修历史这一契机来否定自己吗 他究竟会动用何种手段 来应对这次新的政治危机呢 好处郡呢 接到这任务 他推荐了一个人叫李仁石 和他一起去重修历史 可是这个事情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为什么不了了之呢 其实呢 其实呢 要重修历史 是冲着许静宗来的 那背后也就是冲着武则天来的 因为武则天从 抢班当皇后 以及这些年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都在许静宗笔下 做了一个符合武则天需要的记载 这里面有很多歪曲 如果要去修正它 有很多事情就要暴露出来 武则天当然知道修史的重要性 所以高中说要修史 他赞成 他推荐一个人 一起来修 推荐谁呢 留人鬼 留人鬼这个人 博学多才 为人公正 而且处事圆滑 作为一个宰相 他很懂得和大家处好关系 他和另一个宰相 同时在接受官员述状的时候 留人鬼总是帮人家 往好理说 往好理做 官员都很喜欢留人鬼 而留人鬼也很得武则天的信任 他很会摆平关系 当然在这摆平关系里面 他会更加倾向于武则天 所以武则天喜欢他 但是他对武则天 背后也尽了一些忠言的 他曾经劝武则天 这个皇后不要垂帘听政 他讲到了吕后 这个垂帘听政 掌握大权 最后企图建立吕家天下 结果怎么样呢 不是被灭了吗 这个吕后一死 他吕家就被灭了 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劝武则天要注意 留人鬼说的话 武则天听得进去 武则天相信留人鬼 因此他提出让留人鬼一起修饰 武则天这一招是很高明的 因为留人鬼跟好处俊同样是宰相 但是留人鬼的级别之力 都比好处俊高 那这个班子显然就变成 由留人鬼来主导了 而留人鬼又处处会照顾到武则天 就可以把很多事情压下去 所以高宗在许静宗死了以后 顺应百官的希望 向修正历史 被武则天这一招出来给制住了 这个事情结果是不了了之 修史虽然不了了之 但是修史所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上 在向唐太宗时期的一个回归 大家已经对武则天的一些手腕 政治的高压 甚至一些冤案感到不满 而修史只是一个表现 因为他要把以前一些被歪曲的历史 把它恢复真相 一个重要的恢复真相 那就是长孙无忌的案子 我们知道长孙无忌和储税良 韩元来记这一些人都是因为反对武则天当皇后 才被政治上整书下去的 不管给他们戴上什么样的帽子 对他们的案件做什么样的定性 都是冤案 都是冤案 百官心里明白 现在许静忠死了 借着要修史的这么一个风向 长孙无忌的事情就提出来了 提出来的人 他的身份也很特殊 唐太宗有一个很亲近的嫯妃 徐冲龙 徐冲龙的弟弟 是西台社人 徐齐丹 他给高宗上表 他讲到 齐宪公是陛下您的外祖父 他的子孙犯了错误 现在他的整个祭祀的庙堂 破败不堪 而周宗孝公 是陛下您的岳父 他的庙堂一再修整 雄伟壮丽 这不妥吧 所谓的齐宪公 就是长孙圣 长孙无忌 长孙皇后的父亲 这就是高宗的外祖父 外祖父的祭祀的庙 破败 这个周宗孝公 就是武士约 武则天的父亲 你想想看 你外祖父的庙破败 你岳父的庙 非常的光鲜 大家会怎么看呢 这不就是失衡了吗 很不好看 同样是你家里人 你不能因为 你不能因为长孙无忌的案子 牵连到整个长孙家族 他把这个长孙皇后的父亲 作为高宗外祖父 这个身份 把他讲清楚了 提出这个动议的人 他的身份 也值得我们好好去考虑 他是以唐太宗 妃子弟弟的身份提出来 这后面有什么更深的背景没有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二个 他讲到的是妙的事 实际上讲到的是 长孙家冤案的事情 大家都在为长孙无忌 默默地称冤 现在实际上就是要高中 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些年 我们看到武则田在政治上 他喜欢标新利益 特别喜欢改年号 改官称 经常把这个百官的官称 一改再改 可是到了弦亨年间 武则田改的眼花缭乱的官称 最后这一年 都宣布恢复到原有的旧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官员 对武则田这种标新利益的做法 已经厌倦了 所以正在向传统回归 而长孙无忌的案子 这个时候重新提出来 就是要重新评价长孙无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上元元年的九月 朝廷正式下赵 追负长孙无忌的官职 并且以他的曾孙长孙义 西赵国公 允许他归葬于昭陵仙兆之坟 什么意义呢 长孙无忌 被流放弄死 现在他生前的所有的官觉 全部恢复 那就是给他平反 还找出他家里面 他的曾孙 来继承他的香火 让长孙家不至于绝后 第三个决定更重要 唐太宗站在昭陵 昭陵前面是唐太宗 跟他一起打天下 这些大成的陪葬的陵 长孙无忌被流放 他就没有资格进陪葬陵 现在把他迎回来 进陪葬的陵 那么他作为唐朝开国元勋的地位 就得到了确认 这就使得长孙无忌的案子 实际上就得到了平反 而长孙无忌的平反 这又带动很多政治的变化 他表明 忠于礼堂体制的官员 他们的力量 还是非常坚强的 这个积淀非常的深 不是你上面做几个大的案件 进行几次大的清洗 就能把它拔除的 一旦形势比较和缓 大家还是希望回到 比较公正的路上来 这就牵涉到上元年间 武则田兄改元 向上元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而这个开始 恰好是以武则田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出现 从许境中的使他的嗜好 引发到后面重新修史 重新评价长孙无忌 这一切都在向着 不利于武则田的方向发展 后面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